10月20日 莫文蔚、甄子丹及太太汪诗诗等一众艺人 在中环质地广场出席时尚杂志 12周年庆祝酒会 甄子丹坦言自己不想再演反派角色 因为演歹角会感到心情太沉重 所以希望多拍一些充满正能量的戏 提到赫利活电影大亨 哈维稳斯坦的性丑闻一事 甄子丹直言 对方的行为是对电影界的侮辱 他在这个圈已经那么 怎么说了 有一定的分量 然后做这种事情出来 我觉得是一个 对我们整个电影圈都很无语 所以我听见这个消息 我很震惊 然后也很神奇 问魏近期在《内地盲语》 《田乃之战2》的音乐节目 他表示很喜欢这个既刺激 又有挑战性的节目 我是做那个《天蓝之战》的比赛 所以每一周我们就要挑战 都要准备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歌 所以其实很刺激的 问魏还笑言 学东北枪的国语难度很大 而老公也一直在努力学习普通话 假意十日就可以超越自己了 我老公现在普通话进步很快 他一直在学 所以搞不好他很快就比我好了 哈哈哈哈 辈凡娱乐香港八道 你原来点芥末的 你原来点芥末的 你原来点芥末的